全能神话语朗诵 揭示狄基督 副篇六 总结狄基督的人性品质与性情实质 三 三 狄基督的性情实质 上次聚会主要交通总结了狄基督的性情实质 是从败坏人类的六种性情里选出三条来解剖的 这三条分别是厌烦真理 凶恶邪恶 咱们上次交通了邪恶这一条 通过几扑狄基督邪恶的表现 也就是这类人整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通过这些表现来对号入座 来证实狄基督邪恶的性情实质 狄基督整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咱们是从两个方面来挤扑的 一方面是对待人他思想里想的都是什么 他的败坏实质里流露出哪些做法和表现 另一方面是对神他思想里都有哪些东西 对待人这方面交通完了 对神这方面 狄基督都有哪些想法观念观点与存心 甚至在意念里有一些定义要做的事情 这方面上次交通了一部分 比如疑惑研究 还有什么 疑惑研究猜忌防备 那接下来就交通狄基督对神的试探 试探的表现都有哪些 有哪些做法或哪些思想 表现出来的情形实质是试探 如果自己有什么过犯 或者做了什么恶 就总想跟神探底 要个准信 看看自己到底能不能有好的结局归宿 这是想的方面 那通常说哪些话 那通常说哪些话做哪些事 或者临到事的时候 有哪些表现是试探 如果一个人有了过犯 他觉得这个过犯在神那儿 可能会纪念会定罪 他自己也没底 不知道神到底定不定罪 他就想了个办法测试一下 看看神到底是什么态度 他先祷告 一看没什么开启光照 他就想着把自己以前的追求方式彻底打破 以前做什么事总应付糊弄 能使五分进的只是三分 能使三分进的只是一分 现在能使五分进就十五分 脏活累活 别人不做 他去做 总抢在别人前面 让多数弟兄姊妹看见 更重要的是 看看神到底对这个事是什么看法 自己那个过犯能不能挽回 临到什么难处 或者一般人胜不过去的事 他要看看神到底怎么做 是否开启引导他 如果能感觉到神同在 感觉到神特别的恩待 他就认为神没有纪念 没有定罪 证明那个过犯是可以饶恕的 如果这么花费付代价 态度有这么大的转变 也感觉不到神的同在 更感觉不到与之前有什么不同 那可能以前那个过犯 神定罪了 神不要他了 既然神不要了 以后他尽本分 就不那么卖力气了 如果神还要神不定罪 自己还有希望得福 他就拿出一点真心来尽本分 这些表现想法是不是在试探 这是不是具体的做法 刚才你们只说出一方面的理论 还没有具体到试探神的细节表现 与在思想里对这件事情的具体做法 规划是什么 也没揭露出敌基督这类人 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的观点情形是什么 有些人对神的全能 对神见察人心肺腑这事 总是没有任何的认识经历 对神见察人心肺腑 也没有真实的感受 那当然他对这事就充满了疑惑 虽然他主观意愿也想相信 神是见察人心肺腑的 但就是没有确凿的证据 然后他就在心里计划一些事情 同时也开始去执行落实 在落实的过程当中 他在不断地观察 神到底知不知道 这件事情会不会暴露 他要是不说的话 有没有人能看出来 神能不能借着一个环境 给显明出来 当然 普通的人对神的全能 对神见察人心肺腑这事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不确定 但是狄基督这类人 对这事不单是不确定 而且是充满了疑惑 同时对神又充满了防备 所以在他们身上 就产生了很多试探神的做法 因为他疑惑神 见察人心肺腑 更因为他否认神 见察人心肺腑这一事实 所以他常常在心里想一些事情 然后带着一点害怕 或者带着一些莫名其妙的 惊悚的感觉 偷偷摸摸摸地在背后散步 迷惑一些人 同时也在不断地 把他的说法 想法一点一点地暴露出来 在暴露的同时 他在看神到底拦不拦阻 揭不揭露这件事情 如果有揭露 他就赶紧缩回去 变换另外一种做法 如果这事在他看 谁都不知道 谁也看不透 看不露他 他在心里就更加 百分之百地相信 自己的直觉是对的 自己对神的认识是对的 神见察人心肺腑这事 在他那儿 基本上就是不存在的 这是什么做法 这个做法就是试探 狄基督这类人 因为天生性情邪恶 他说什么话 做什么事 都不会直来直去 不会以诚实的态度 用诚心去对待 用诚实的语言说出来 用诚恳的态度做出来 他无论说什么话 做什么事 都不是光明磊落 而是拐弯抹角 鬼鬼祟祟 从来不把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存心 直接说出来 因为他觉得 如果说出来 人都了解他 都看透他了 他的野心欲望 就暴露在光中了 他就没法在人中间 被人看为尊贵 看为高 没法被人仰望崇拜 所以他那些 他那些见不得人的存心欲望 就总是掩盖着 隐藏着 那他说话 做事会采取什么方式呢 他会采取多种方式 外邦人有句话 来获得他所要的信息 因为 凡是涉及 凡是涉及名誉地位 出头露面 脸面风光的事 他都要抢着去做 那些维护教会工作 得罪人的事 他一概不做 所以 狄基督对任何事 都不是以寻求的态度 去对待 而是用试探的方式 投食问路 然后决定做或不做 狄基督就是这样狡猾 这样邪恶 比如说 他想知道 他这一类人 在神眼中是哪类人 他不以认识自己的方式 在神的话中对号入座 而是各处打探听口风 看带领 看上面 对自己说话的口吻与态度 看神的话中 对他这一类人结局的定规 用这些途径方式 去看自己在神家中 归于哪类人 自己以后 到底有怎样的结局 这是不是带点试探的性质 比如说 有的人挨对付之后 不省察自己为什么挨对付 不省察自己在做这件事情时 流露了哪些败坏性情 有哪些失误 应该在哪方面寻求真理来认识自己 弥补以前所犯下的过失 而是给人假象 拐弯抹角来打探上面对他的真实态度 比如挨对付之后 就赶紧找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 寻求上面 看看上面对他的说话口气怎么样 有没有耐心 对他所寻求的问题 是不是认真的解答 对他的态度是不是有所缓和 还会不会托付他办事 还会不会高看他了 对他之前所犯的错 上面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些做法就是试探 总之 临到这类事情 有这些表现的时候 人心里是不是都知道 那知道的时候 想这么做的时候 你们怎么办 首先 最简单的一点 你能不能背叛自己 有些人到该背叛自己的时候 就费劲 琢磨琢磨 算了 这次关系到我的得福结局 就不能背叛自己了 下次再说吧 到了下次 又临到关系到自己的得福结局的问题 又不能背叛自己了 这样的人有良心知觉 虽然不是狄基督的性情实质 但是也挺麻烦 挺危险 而狄基督这类人 常常有这些想法 活在这样的情形当中 从来不背叛 因为他没有良心知觉 即便是有人揭露对付他 点到他的情形 他也坚持 绝对不会背叛自己 也绝对不会因此恨恶自己 放下解决自己的这种情形 有一些狄基督被撤换之后 他觉得 被撤换这好像是很正常的事 但是总觉得不太光彩 虽然也不算是很大的事 但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自己还是放不下 被撤换了 是不是神家以后就不培养了 那在神心中 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还有没有希望了 在神家还有没有用了 他琢磨琢磨想出一招 我手头有一万块钱 这个时候该派上用场了 我把这一万块钱奉献出来 看看上面对我的态度 能不能扭转一点 能不能对我有点好感 如果这钱神家要 说明我还有希望 如果我奉献的钱神家都不要 就证明我没希望了 我就另做打算 这是什么做法 这就叫试探 总之 试探就是邪恶性情实质中 比较明显的一种表现 人用各种方式来获得自己想要的信息 得一个准信 然后得到心里的平安踏实 试探的方式有多种 有的是用话语来套 有的是用东西来试探 还有的是在心思意念里做文章思想 你们最常用的试探神的方式是什么 有时候向神祷告时 会看看神对自己的态度是什么 自己心里有没有平安 用这种方式来试探神 这种方式挺常用 还有一种是聚会交通的时候 看自己有没有话说 神给不给开启光照 用这个来测试神是否还与他同在 是否还爱他 还有 在尽本分的过程中 看神给不给他开启引导 他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想法 点子思路 用这些来测试神对他到底是什么态度 这些方式都是常见的 还有吗 向神祷告立了心志 但自己没有做到 就会观察神会不会按自己起的事对待自己 这种也是 不管人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神 如果人感觉这样做 良心有控告 然后对自己的这些做法性情 能有认识 能及时扭转 那问题还不大 这是正常的败坏性情 但是 如果人能一贯的一味的这样做 即便认识到这样做是错的 是神所验赠的 人还能坚持 从来不背叛 也不放弃 这就是狄基督的实质了 狄基督的性情实质 与常人不同的就是 他从来不反省自己 从来不寻求真理 而是一贯的 一味的用各种方式去试探神 试探神对待人的态度 神对一个人的定规 还有对待一个人的过去 现在和将来 神的心思意念到底是什么 他从来不寻求神的心意 也从来不寻求真理 更不寻求怎样能顺服真理 达到性情有变化 他做这一切事情的目的 就是想测透神的想法 想测透神的心思意念 这就是狄基督 狄基督的这个性情 明显的就是邪恶 他做这些事情 有这些表现的时候 丝毫没有任何的控告愧疚 即便是对号入座了 也没有反悔罢手的意思 而是依然要这么做 他这么对待神 有这样的态度 有这种做法 分明就是把神 当成他的对立面 在他的思想观点里 没有认识神 爱神 顺服神 敬畏神 这样的想法与态度 只是想从神那儿 获取一些他想要的信息 想用自己的方式 手段去得到神 对他准确的态度 与准确的定义 更严重的是 他对自己这样的做法 即便是跟神揭示的话 对号入座了 即便是有那么一丁点的意识 意识到这样做是神所验证的 不是人该做的 他也从来不会放弃 以往神家有一条规定 对于之前被清除 开除的人 如果后来真有悔改的表现 还能坚持读神的话 坚持传福音见证神 有真实的悔改了 可以重新接纳回教会 正好有个被清除的人 就符合这个条件 教会就派人去找他 跟他交通 让他回到教会 他一听挺高兴 但又琢磨 到底是真想让我回来 还是有别的想法呀 神真看到我悔改了 神真赐给我怜悯 真宽容我了 以前我做的那些事 真的不计较了吗 他不相信就琢磨 虽然让我回来了 但是我得客气客气 不能马上答应 好像我被开除这些年 在外面多痛苦 多可怜似的 我得矜持一点 别一说让回来 就赶紧打听 在哪儿参加教会生活 能尽什么本分 不能表现得那么积极 虽然我心里特别高兴 但是也得冷静 看看神家是真心让我回来 还是假意让我回来 好利用我办事 想到这儿 他就说 被开除这段时间 我反省自己 觉得自己之前犯下的过错 太大了 给神家利益造成的损失太大了 一辈子也弥补不了 我就是魔鬼撒旦 就是神所驻祖的 但我反省得还不到位 既然神家要让我回来 那我更得多吃喝神话 更得反省认识自己 现在我还不配回到神家 不配在神家中尽本分 也不配与弟兄姊妹见面 更没脸见神呢 什么时候 我觉得自己认识 反思到位了 我再回教会 让大家心服口服 他这么说的同时 还提心吊胆的 我只是假装这么说 万一带领同意 不让我回教会 这不就完了吗 其实他心里挺担心 但是嘴上还得那么说 还得强装着 不是太想回教会 他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试探教会 是不是真的接纳他回来 这么做有必要吗 这是不是撒旦母鬼做的 正常的人会这么做吗 正常人不会这么做 这么大的好事临到了 他还能走这么一步棋 这就是邪恶 重新接纳你回教会 那是神的爱 神的怜悯 你应该反省 认识自己的败坏不足 然后想办法 弥补以前的亏欠 人如果还能这样试探神 能这样对待神的怜悯 这就太不时抬举了 人能产生这样的想法和做法 这就是邪恶的实质导致的 基本上人试探神的表现流露 在理论上讲 就是总想测试神的想法 神对人的看法 对人的定义等等 如果人能寻求真理 人就会背叛放下这种做法 按真理原则去做去行 但是有狄基督性情实质的 这一类人 他不但不能放弃这种做法 不能对这种做法感觉厌恶 反而常常为自己 能有这样的手段方式方法 而自我欣赏 你看我多聪明 哪像你们这些傻瓜 对待神对待真理 就会顺服就会听话 我才不像你们那么傻呢 我想办法用一些方式手段 去了解这些事 即便要顺服要听话 我也得知道个实底 什么事都别想瞒过我 都别想骗我 都别想骗我玩弄我 他是这样的思想观点 狄基督对待 道成肉身的神 从来没有顺服 没有敬畏 没有真心 更没有忠心 关于试探这方面的表现 就说到这儿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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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